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来自北野武导演的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夏,湛蓝的海,安安静静的 蓝色轻运车打了转向东 穿着蓝色制服的聋哑青年帽坐在车里 帽听不见也不能说 同事也变成了沉默者 帽盯着一块旧冲浪板发带像个木头人 同事忍不住批评两句 他忘了帽停不见 车子开出一段,又停了 帽飞奔回来,拿走了那块旧冲浪板 晚上,帽找了块泡沫 削了削,修好了冲浪板 清早,女友柜子等在门口 成练大叔不知道柜子也是聋哑人 嘀嘀咕咕说了好些 两人一前一后,同湛蓝的海一起 安安静静的 两个踢球笨蛋看到,闲得无聊 冲帽和柜子扔石头 海面有人冲浪,风不小 帽脱了衣服走去 柜子很乖,叠好帽的衣服 就坐在沙滩上看 初学者总是笨拙 沙滩上的冲浪者笑起来 踢球笨蛋组合没事干 也跑了海边笑话帽 帽上岸了,笨蛋组合撒腿就跑 柜子忍住不笑,这是很困难的 帽笨拙的样子都笑了柜子 也逗笑了沙滩上的冲浪者 累了,帽就坐在沙滩上看其他人冲浪 笑起来,像湛蓝的海 为了让帽加强体能,同事提前开走了车 帽又去冲浪了 样子虽笨拙,但有了些感觉 坐在沙滩上的人品头论足 男人们说帽是笨蛋 女人们说帽肯定很冷 柜子又来了,总是很准时 叠好衣服,安安静静坐着看 看海,看帽 冲浪板坏了,旧伤复发 男人们说帽是笨蛋 女人们说帽肯定很冷 柜子睡醒了,还迷迷糊糊的 两人一千一后走着 和湛蓝的海一起,安安静静的 再见了,蓝兔子 帽小小失落 柜子挽着他,就像在说 没关系 冲浪板不便宜 二手的也要八万日元 两人的钱不够 打个七五折才能买得起 老板拒绝了 杂货店有块板子,非常破旧 帽指着问,柜子家要投 帽不去冲浪了 朝九晚五上班 没人说话,同时有些罚 抽烟解闷 月底了,帽领了工资 第一时间去买冲浪板 老板人很好,还送了很多纵品 他知道卖贵了 老板是顶顶尖冲浪高手 卖的贵,又偶像加成 公车上人太多 冲浪板不给带 帽不急,他没发重变 车开了,速度不快 柜子很严肃 帽抱着冲浪板小跑 一条又一条街道 车上人少了 柜子仍然站着,很严肃 下了车,柜子往回跑 一条又一条街道 看到帽,柜子停下来 眼泪被风吹干了 路冬亮着,漆黑的夜,静静的 踢球不好玩了 两个笨蛋有些困 冲浪好玩吗? 旁笨蛋问 有了新冲浪板 帽又去海边了 两人一前一后走着 也不急,可湛蓝的海一样 帽对新冲浪板爱不释手 柜子陪在旁边 新手都很笨拙 但这样笨的少见 柜子去买饮料了 帽旁边空了位置 汽水姑娘递过汽水 坐在柜子的位置 柜子回来了 挨着帽坐下 有些小情绪 黑白双煞不踢球了 也准备乘浪 连跑两家 都没找到一万块的冲浪板 柜子又来了 来了就跌衣服 谁把我衣服跌好了 奇了怪了 黑白双煞买到了冲浪板 花光身上所有的钱 如此 两个人就只能坐11路回家了 两人一前一后走着 吵吵闹闹 都终着走前面 走后面像姑娘 老板没生意 到海边逛逛 女人们说 哑巴进步了 但肯定很冷 老板走了 没说话 黑白双煞玩得嗨 冷是冷 但真的好玩 不一会儿 老板拿了套冲浪服来 还有一张比赛的报名表 身高4米2 体重2公斤 卯认真填了报名表 柜子擦掉 重新帮帽填了报名表 两人出发了 海风拂灭 波龙也不热 下了船 两人坐上黑道大哥的小货车 向比赛场地进发 距离比赛场不远 两人改换11路 黑道大哥拿不出驾驶证 和警察干了一家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大哥流了鼻血 但姿态是高傲的 确认完场次 帽和柜子就坐在沙滩上等着 浪很大 选手们水平很高 很有看头 几个熟联也都来了 也许是月球引力不对 表现一般 老板也来了 很关心帽 几个熟联吃着背面说 他没听见叫名字 错过了比赛 老板问 为什么不帮帮他 大家低下头 收摊了 沙滩上干干净净的 帽和柜子坐着看海 老板来了 宰上了两人 汽水姑娘又坐到帽身边 柜子来了 看到了 回去了 傍晚 帽一个人走回去 吃着冰淇淋 很冷 柜子怎么不来了呢 帽不知道 自从迷上冲浪 帽就没去上班 再这么下去 可就真要开除了 谁都想请老板指点 但老板很傲娇 偏偏对帽 老板没有姿态 这样那样 详详细细的说 傍晚 帽一个人走回去 每吃冰淇淋 也很凉 柜子生气了 堵着嘴 待在家里 帽扔鞋不宠 换了石头 咔嚓一声 玻璃碎了 帽像以前那样 独自走在前面 柜子没有跟上来 女孩的眼泪 说明一切 帽很难过 西装男落水了 又被救起 柜子笑了 帽也笑了 汽水姑娘换了目标 手法还是一样的 为了保住 帽的饭碗 同事来了 将帽拎了回去 穿着一身花花的柜子 回去了 和湛蓝的喊一起 风吹过 是四月的味道 黑白双煞也没上了冲浪 板子很破 热爱不见 帽学着老板 送了冲浪服给他们 黑白双煞中起来 都说自己身体弱 喝 不好呼吸了 废一话 你穿反了 帽有参加比赛 同事人很好 帮着请假了 反正都没人说话 一个人也不闷 老板带队 声势浩大 帽不用担心 听不见名字 黑白双煞也来了 找了半天 没找到自己名字 小白说 我们没报名 比赛开始 有个笨蛋跌倒了 吃了一嘴沙 汽水姑娘又换了目标 手法还是一样的 老板盯着裁判席 防止帽再次错过 经过一上午的角逐 帽进击了 入了决赛 最爱说话的家伙落选了 不服 找裁判说理 下午的比赛开始 选手们都很强 很有看点 帽的表现不算太好 但发挥稳定 小黑小白回去了 两人商量 下回一定报名 小黑说 我也要买块冲浪板 比赛结束 帽拿了奖杯 不大 但很有分量 拍照时 帽站得鼻挺 笑容湛蓝 像海一样 贵子抱着奖杯 说不出的开心 雨刚停 天气阴沉沉 帽照例去海边 贵子打着伞出现 寻了半天没见人 帽的冲浪板 被冲到岸边 孤零零的 贵子站着 看海 看帽的冲浪板 贵子带着冲浪板走了 去冲浪比赛的那片海 沙滩上来了新人 聚在一起等风来 小黑小白热爱不减 换了新板子 一人一块 一钱一后 大哥的小货车依旧 再次载着两人 贵子将两人的合照 贴在冲浪板上 拿着送给帽 湛蓝的大海不说话 永远那么安静 尾巴 小黑热爱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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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鬼uffed 小黑热爱不减 二人的产生 开热爱不减 空白 wyb减 更 fian airport 最央 直到 沒錯 avour